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早上10点30分开始 荷兰皇室出现在马城 行情一共是两个多小时 今天根据受荷兰媒体委托由EPSOS进行的最新调查 与一年前相比 对国王威廉·亚历山大的信心再次下降 目前只有不到一半的人 即是47% 对国王仍然有信心 而一年之前是57% 接受这项民意调查的有几千人 荷兰国王公众得分是6.7分 一年前仍然是7.1 前一年甚至是7.7 但皇后马斯玛的得分有所提高 他去年的得分是7.5 现在是7.6 根据调查机构的说法 很大一部分荷兰人认为国王并没有表现出与人民的团结 和去年相比 认为他表现出团结的人数比例 已经从2.5%下降至1.4% 不过 大多数荷兰人 大约是60% 仍然支持军主制作为一种政府的形式 2021年当这个比例从74%降低到58% 对军主制的支持受到严重的削弱 但根据EPSOS的调查 这个比例今年保持不变 在马城 媒体记者询问了国王有关皇室民亡下降的调查反应时 国王说 我一直认为民意调查对我来说是没什么 但我喜欢的是建设性的批评 换句话来说 如果没有这种民意调查 你最终会像普京那样 不过并没有人意这样做 荷兰的军主制度有没有废除的可能性呢? 当然有 但很难 法律程序很复杂 首先必须修宪 宪法中的有关条文要改动 而且要求两届国会获得大多数通过 第一次是多数 第二次要求的支持率是三分之二 因此 从目前荷兰的政治看来很难达到目的 因为目前绝大多数荷兰政党 还是赞成现在的军主南限制 联合国秘書长古德雷斯在结束俄罗斯访问后 转抵乌克兰基辅 他在推特上表示 为了乌克兰、俄罗斯以及整个世界 这场战争越早结束越好 他亦指 联合国会继续为战争地区 提供人道援助 以及保障民众可以撤离 联合国发言人哈克说 古德雷斯将会在28日和乌克兰总统扎斯基 以及外长傅列宝会面 但他并没有透露具体的会面时间 与此同时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比特布表示 如果有人想从外部进行干涉 制造俄罗斯无法接受的战略威胁 俄罗斯的反击会是闪电式的、快速的 俄罗斯有可用于此的传播工具 俄罗斯不会跨口 而是会在必要时使用这些工具 乌克兰被邀请参加11月份 在印度尼西亚巴黎岛举行的G20峰会 俊管乌克兰并不是正式属于主要经济体的成员 乌克兰总统扎斯基 在和印度尼西亚总统维多多交谈后 他在推特上说 我很高兴被邀请参加G20峰会 俄罗斯也计划参加这次峰会 由于乌克兰的战争 包括七国集团 即是G7的国家 对此都表示反对 但中国和东道国印度尼西亚 都不想将俄罗斯排除在外 中国大疆停止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业务 为防止无人机被勇于战争 中国生产商大疆科技暂时停止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活动 这个使得大疆 成为至二份莫斯科入侵 乌克兰以来 第一家中指向俄罗斯销售产品的中国大型公司 这家中国民营公司在星期二一份声明中表示 大疆正在内部重新评估几个司法管车区的法规 在这次审查之前 大疆将暂停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所有业务活动 发言人补充说 大疆科技厌护任何使用我们的无人机造成伤害的行为 我们暂时停止在这些国家的销售 以帮助确保无人在战争中使用我们的无人机 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要求中国今年的GDP增速要超过美国 尽管防疫风控继续 据《华尔街日报》今日报道 在过去几个星期的会议上 习近平向高层经济和金融官员表示 确保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很重要 因为这是对于显示中国一党制 右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 以及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在衰落至关重要 为了响应习近平提振经济的号召 中国政府部门正在讨论加快大型基建项目建设的计划 特别是在制造业、能源、科技和食品行业的项目 讨论的内容还包括为刺激消费的支出 而向个人发放优惠券的计划 与此同时 中国对欧洲的投资已经见顶 来自美国榮鼎集团和德国默卡托中国研究所的调查显示 中国企业对欧洲的投资已经见顶 去年中国对欧洲企业的投资是106亿欧元 是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中国在欧洲的投资 在2016年达到顶峰超过350亿 中国对德国的投资最多 其次是荷兰、英国和法国 这个下降可能和中国政府对外资流动更严格的管理有关 而欧洲也对中国投资设置了更多障碍 这里是荷兰儿园频道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刚刚听 欢迎点赞、转发和订阅 并且推荐给你们的亲戚朋友 欧洲委员会准备宣布 已经走出了新冠疫情大流行的紧急阶段 下一个阶段应该优先考虑检测和类似流感的监测 欧盟一份将在星期三正式通过的文件草案指出 采取新步骤的原因是新冠疫情造成的感染和死亡人数 在欧盟的全境已逐步退潮 同时由于Omicron变体毒性较少 而且70%以上的欧洲人获得免疫力 一半以上的欧洲人已注射第三针疫苗 因此面对现状暴露塞与当局倾向采取 摆脱紧急状况模式 以更可持续的方式管理新冠疫情的大流行 确定疫情何时可以终结是属于世界卫生组织的责任 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并不认为新冠疫情大流行已结束 这份不具备约出来的欧盟文件明确警告说 2019年的新冠病毒将继续存在 新的大流行病爆发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建议成员国政府在必要时候 重新采取紧急防御的措施 看看世界卫生组织的观点 世界卫生组织说 各个国家的病毒检测量急剧减少 导致近期全球向这个组织报告的 确诊及死亡病例持续下降 不过 世界卫强调说 现在还不是从冠病防控努力中退缩的时候 根据中国新华社的报导 世界卫总干事谭德塞4月26日说 上星期 各国向世界卫报告的死亡病例 仅仅超过1万5千例 是2020年3月以来最低1个星期的总数 但对于这个令人鼓舞的趋势 应该保持谨慎的态度 这是因为很多国家减少了病毒检测量的结果 世卫收到的有关冠病传播 及基因测序的信息也越来越少 谭德塞说 这使得我们对冠病病毒的传播 及进化模式越来越盲目 但这种病毒不会因为各国停止追踪而消失 它仍然在传播 仍然在变化 仍然在剝脱人民的生命 它呼吁所有国家继续保持对冠病病毒的监测 中国移户三例感染就封城 中国浙江省移户市 星期三宣布实行封闭式管理 不过这个防疫清零政策 被全球供应链造成新打击 根据仪乌市官方微信公众号的通知 仪乌市要求广大市民非必要不出村 全市初中小学幼儿园暂时停火 高中学校实行封闭式管理 途径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等区域的公交路线 实行不停车过站 彭博社的评论说 仪乌市只发现了三例无症状感染者 就实行封闭式管理 反映出当地政府希望在疫情爆发的初期 就采取严格的措施 以免像金融中心上海那样 陷入日益严重的危机 仪乌市自今年年初以来 只发现了六例确诊病例 目前有八例无症状感染者正在隔离 虽然仪乌市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比不上北京或上海 但仪乌市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 出口的商品 从圣诞食品到美国总统的竞选用品 无所不包 当地实行封闭式管理 可能会被已经在应对中国港口拥到 和俄罗斯战争的供应链 带来更大的压力 与此同时 台湾感染激增近万例 但就一点都不怕 29日通报新增8822例 本土冠病确诊病例 接近9000例 更加新增2例死亡 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预计 明天新增病例 或将突破1万例 但陈时中强调 病例不会无限上升 原因有三个 一是台湾人口和美日韩相比相对较少 以美国和南韩最高的感染人数估算 台湾最多每日会有30万人确诊 第二就是台湾非公伟介入措施全世界最好 可以隔着一部分快速的传播 第三就是台湾的疫苗施打率和保护力 都比其他国家疫情开始的时候要高很多 因此整体评估疫情的时候 会高一些 但不会无限往上攀升 4月26日晚上 一名外国人在上海冲出封锁区高星呼喊要自杀 视频震惊了中国网络平台 在这段长得2分多钟的视频当中 明显处于绝望中的外国人 用三眼的中文要求防疫的大白帮他自杀 他不断用英文中文和法文反复表示自己的要求 法国驻上海领事馆确认此人的确是法国人 目前已经受到护理人员的照顾 情绪稳定 至于他为什么这么绝望 是不是拥有足够的食品 是不是因为难忍受饥饿 对此 法国领事馆回答说 他们是通过专门为外国人服务的团购 基本保障了在上海法国人的食品供应 他们的温饱应该不是问题 至于是否有其他原因 目前还不清楚 最后在这里回答一位网友的问题 就是关于荷兰能源津贴的申请 一位网友要求解释一下 我现在就基本的原则说一下 这项荷兰的福利是给低收入者补贴能源开支 金额是800欧元 如果你是领取救济金的人士 你就无需执行任何操作 因为这800欧元的金额已经传入了你的帐户 并且已经收到一封有关说明的信件 但是自己还有一些收入不需要领取救济金 又怎办呢? 从5月2日开始必须自行申请领取 基本的条件就是 你的收入是否达到2022年1月份 社会最低收入的120% 这是最基本的条件 不过也有些市政府争取到更多赞助 因此可能在最低收入140%的都可以申请 好像在六特丹那样 然后你从5月2日星期一开始 通过市政府的网站 自行申请这份800欧元的留言补贴 当然也可以去市政府询问 只要你符合一定条件 就会得到这份津贴 今晚的新闻就报道到此为止 我们明晚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